习近平主席14日就香港局势发表了重要讲话 习主席重要讲话的精神我们将会坚决的贯彻落实 国务院港澳办法案人香港中联办的负责人上周五也都分别的发表了谈话 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 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决心坚定不移 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香港事务的决心坚定不移 这里我可以明确的再重申 中国中央政府坚定支持特区行政长官 带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 坚定支持香港警方严正执法 也坚定支持香港的司法机构依法惩治暴力违法犯罪分子 至于个别人对香港的一些攻击 一些抹黑 我这里可以再重申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 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 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外国政府组织和个人 干预香港的内部事务 任何人都不要低估 中国人维护国家主权 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决心和意志